南非的莲花永元问的第三个问题 南无毕如遮那佛 南无佛眼佛母 南无莲花童子 师尊常常提到 三根本是阿弥陀佛 瑶池金母 地藏王菩萨 却很少提到毕如遮那佛 佛眼佛母 师尊最近坐牵梢法床的超度 也没有听师尊提到毕如遮那佛 佛眼佛母 请师尊师宜 有的啦 在书上都有写啦 有没有 我书上以前在讲说我们的根源 是毕如遮那佛 佛眼佛母 那佛眼佛母的双眼 就是化身为 马哈双莲池 这个毕如遮那佛 佛眼佛母 那么再来呢 就是阿弥陀佛 再来就是莲花童子嘛 都有提到嘛 我们平时在 什么时候会提到 这个毕如遮那佛 佛眼佛母 观想传承的时候都会提到的 观想传承的时候都会提到的 有啦 有提到啦 因为你住在南非联邦嘛 对 我们都有提到 只要是在观想传承方面都有提到 毕如遮那佛跟佛眼佛母的 那是在观想传承的时候 所以那个 因为你住在南非联邦 可能是南非联邦 比较偏向南方吧 所以你越接近西方 就会听到 有啦 有提到